哈囉大家好我是Alan 歡迎收看阿瓦龍新手觀念第二集 今天呢要來講的是做好人的事情 好那很多人會有疑問 為什麼是做好人的事情 阿壞人要幹嘛 然後接下來是做好人的事情 基本上我們會打個刮鬍 應該是做好人雜魚的事情 而不是做有能力的事情 好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先來澄清解的觀念 第一個阿瓦龍這個遊戲 他是一個表示自己是好人的遊戲 而不是隱藏身份的遊戲 比如說野獄狼人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玩過 裡面有個角色叫做皮匠 他的能力是如果他被殺死 他會獲得勝利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些角色 故意搞破壞啊blahblah之類的 他就是為了要死 因為他可以獲得遊戲的勝利 但是阿瓦龍不是這樣 沒有這樣的角色 也不是這樣的遊戲 阿瓦龍就是一個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 你們都是壞人 我才是好人的這個遊戲 第二個 你是好人之外 你還是一個好人雜魚的遊戲 例如 我們講狼人殺好了 狼人殺裡面 常常也開始為了搶警長 要跳預言家 那跳預言家的好處很多 我想如果是你有在玩狼人殺的 應該不需要再多贅述了 但是阿瓦龍裡面 你不會一開始叫做 欸我是美琳 欸我是美琳 他們都是壞人 呵呵 這樣那你後面就要死了 對不對 你會馬上要死 那有人會問說 那我為什麼不跳派系 我知道在有一些人在玩的時候 蠻多人都會跳派系尾爾 一部分是狼人殺的影響 那一部分是有人覺得 那我跳派系尾爾 一開始站個藍坑沒有什麼不好 好但是這個在我們的觀念來講 也是一個不太好的舉動 OK一樣回到遊戲目的 你的遊戲目的除了三欄之外 我們第二個目的是 美琳不能死 如果你今天跳派系尾爾 你一開始跳 你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勢必得聽人家講話 不然你拍不出全好 那你聽誰講話 那個就是美琳囉 那你是不是直接把美琳賣掉 那如果你誰都不聽 你瞎派 那你跟雜魚沒什麼兩樣嗎 如果你是在跳派系尾爾的場裡面玩 那壞人會不會跳 壞人會跳 那既然這樣的話 如果真的有一個壞人跳派系尾爾了 如果他是你的拇指 你要跳嗎 如果跳的那個真的是美琳怎麼辦 那你剛剛跳對跳派系尾爾 你們不是兩個好人一起下水 如果那個人是莫甘娜跳 只有美琳知道他才是壞人 美琳也跟著跳 那美琳不是要死的 所以怎麼講 除了站一個藍坑之外 你要付出的犧牲實在是太多了 因此我們基本上是不太鼓勵這樣的玩法 再來說在阿瓦龍的食人局裡面 四個是雜魚 六個是能力者 而且六個能力者裡面 有四個是壞人 所以如果你發現一個人有能力 他有三分之二的機率是壞人 那你覺得你會把他當好人嗎 應該不會吧 好這就是這一局要講的第一個觀念 做好人的事情 而且是要做好人雜魚的事情 那基本上 好人的事情除了不外白 然後要記得拍票的時候要拍自己 這都是在你講過的事情 就是增加權豪的機率嘛 第二個是拍票的時候盡量拍好人 一樣遊戲目的 你是好人 你的隊伍裡面都要是好人 任務才成功 如果有一個壞人任務就會失敗 常常會有人講說 欸我覺得他是壞人 我拍看看 他是壞人 你到底拍看看是在幹什麼東西 你到底要幹嘛 他是壞人你就不要派他 他是好人你就把他派進去 啊你們幾個都是好人 三個人四個人派完 遊戲就結束了 對不對 其他是不是好人 一點都不重要 他們翻牌就知道了 那這也牽扯到 跳多的人會比較像好人這件事情 這個在往後的拍包裡人會講一下 那接下來是 剛剛講到的 不要做能力者 好比說 有人派給你 你打內黑 內黑就是你在任務內 但是你打了反對 好 請問一下你為什麼要打內黑啊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我沒有啊 我會覺得 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壞人啊 我就打個內黑啊 因為我害怕啊 那種 聽起來很新啊 聽起來很新 你想想喔 如果你沒有能力 你怎麼知道這裡面到底有沒有壞人 如果拍票的那個人 他運氣好 拍到了拳號怎麼辦 那你打內黑 你告訴別人說 我不相信這個組合 那別人會不會覺得你沒有壞人 有嗎 如果拍票的那個人 是梅林 他拍了三個拳號 你打內黑 那個創造小的 沒力不敢打死 那如果配票是壞人 那他派給你 那如果任務真的出去了 你就會知道 喔 除了我之外 他們還有壞人 然後外面有贊成的人 還有壞人 你要的情報也很多 所以原則上 你在拿票的情況下 你不太有理由去打反對 除非你真的知道 喔唷 我知道那個人 是壞人 我要打反對 我不要跟他一起出去 如果你是雜魚 你到底怎麼知道他是壞人 表示 你在展現你有能力 那有能力的人 三分之就是壞人 你覺得其他人會怎麼看你 好 最後一個 派票的時候 不要自派自黑 不要 在你自己派票的時候 你派了另外兩個人出去 然後呢 你自己打反對 你就是跟別人講說 派的人之後 好像有壞人喔 我打黑 那你到底派他們幹嘛 所以 理論上 你是好人 你在派的人裡面 本來就是你覺得的好人 那你就會打贊成 好 那你會說 不用啊 我就是雜魚啊 我就是不知道我派的人是好壞啊 那請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在我們之前的分析台的節目 或是在好像 小地方也有講過 你的派票機會 一個遊戲裡面 你仔細想想看 你到底有幾次 大概兩次 頂多三次沒有了 很多情況 一次 遊戲就結束了 所以 你不好好珍惜這一次的機會 去盡力的派出你想要的好人 你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 你才有派好人的決定權 所以 珍惜自己每次的派票機會 不要自派自黑 那你就更有可能成為別人眼中的好人 同樣的 如果你接納壞人 一樣 你要取得好人的信任 你才有可能 讓好人幫你開贊成 然後破壞任務 所以 就算你是壞人 你也一樣要做好人 雜魚的行為 那 你的壞人也會更著進步哦 以上就是這一集 新手觀念教學的第二集 如何做好人的事情 接下來第三集 我會講一些基本的派票邏輯 幫助你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 都能夠派得更像雜魚一點 這樣子 無論是什麼角色 你都能玩得更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